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来 新的概念 Delta function 我们物理学家 常常说数学是为物理创造的 那也事实上是这样子 虽然数学家非常的不苟同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维基分 也是为了处理物理的问题 而创造出来 那底下这个又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到电池学 但是之前你们在普通物理的电池学 或者是高中 你都知道 一个点电荷 OK 它的电场 E 是等于R平方 然后 前面有一个系数 系数我们把K好了 然后这个Q 然后它的方向是近向R的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我们把它画出来的话是它是这样子 它的电力线是四面八方辐射的 那依照我们刚刚所想了解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要去算Divergent的时候 有没有Divergent会不会等于零 不会 因为为什么Flux全部通通朝外 对不对 OK 但是你现在如果我们就单纯一点我就把KQ都是常数 就另一个向量 它叫做R平方分之R这样的向量 你去算它的Divergent 你去算它的Divergent 倒数第三位同学 来 你回过头 就是你 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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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同学 有没有同学说他要怎么算 你们不会觉得 他很奇怪吗 是啊 哪里奇怪 KQ在哪里 对不对 可见你没有登针停课 我已经B在这里了 KQ没有啊 好 即使这样是对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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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同学 说他对的请举手 说他错的请举手 你要用什么系统 球照标系统对不对 球照标系统的Divergent是怎么写的 这个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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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第三位 穿黑色衣服 就是你不要转过 对对对 谢谢大家 算出來 算出來 還沒算啊 對嗎 對 我們剛剛不是講了嗎 這divergent是等於 你們大家都同意他divergent是 有值嘛 對不對 因為你他都發散出去了 但是 他算的是正確的 為什麼是0 對 算出來的divergent就是0 哪裡有問題的 再來 我們再check一下 你用divergent theory 我們說divergent theory告訴我們說 這個beta beta data 好 那現在 我们找一个同学来算好 有没有人谁会算 找个你同学好不好 你上来上上看 首先你要把你要求的TOW在哪里 我说我就取一个球 慢进好好 球的面积 会不会 会不会 试试看 来 我叫他啊 对他没有求救啊 对不起 来 需要同学想一想 怎么算 面积要怎么写 这个面积要怎么写 这上面的面积要怎么写 或者是说球 坐标的surface 在这上面的面积要怎么写 球面 会不会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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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面 是面积 是面积 这是西塔 Y 再过去 这个是R Y 西塔 B Y OK 我们在底下讨论的同学 都确认自己会算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面积 你已经达R平方 三尼西塔 DR DC打D5的部分 一把 R平方 消掉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R的 这面积的方向 所以RR 也是1 换句话说 你这个部分的话 对 西塔 跟5 Y Y是零积到2 Pi Cita 是零积到 Pi Sine Cita D Cita 那你一积出来 这是等于4 Pi OK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你的 Sense 也就是说 你对物理的感觉 是对的 它的Divergent 是不等于零的 那不等于零呢 它还有一个特性 这特性是什么呢 对于左边这个关系 我取的 这个球大 球小 哎 球小 球大 都不影响 这个值 换句话说 这边的物理量啊 在这个Ballon里面的物理量 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跟它的Ballon是没关系 OK 我取大的Ballon 它球出来也是4Pi 取小的Ballon 球出来也是4Pi 甚至于我把这个Ballon 慢慢慢慢说 说到很小 也是4Pi 换句话说 这个值 它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原点这一点而已 OK 我把我的Ballon 说到非常小 也是4Pi 换句话说 你现在 这一个东西 Divergent的B 这个东西啊 它应该是 有一个物理量 这物理量呢 是来自于它的原点 其他的部分 并没有对它有contribution 不然我的大Ballon 跟小Ballon 不会一样的值 这样了解吗 那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物理量的东西啊 我们已经知道 它来自于的 就是这一点 其他等于0 那我就把 类似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在 某一个值 我现在是R 那我就用R 我说 它只有在R等于0 这一点 有值 其他通通是0 这是我的函数 那我怎么表示 这种函数呢 我就把这种函数 叫做Delta function OK 这是Delta function 好 那为了我要规范这个Delta function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说 我为了要规范这个Delta function 只有这里有值 其他都是0的这种函数 那 到底 这里的值是多少呢 为了要使 我这个值 我这个值有一个规范的时候 首先因为我们这边是三度空间的 我们先把一度空间的 先把它了解以后 我说 我定义的一个函数 只有在 X的 等于0的这一点 它才有值 其他通通没有值 不只这样而已 要求 一件事情是 你刚刚已经知道 它其他的位置都没有值 只有在这一点有值而已 而且G出来是要 一个常数 那G出来是一个常数 所谓的G出来是一个常数 G分的意思是什么 G分的意思是 这个函数 底下的面积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函数 所以 如果 我为了要让你 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说这个函数啊 是像这样子的形状 OK 这个宽度呢 得它 趋近于0 非常非常的sharp 但是呢 它要满足一个 在底下的面积 积出来 从不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它积出来的面积 要等于1 然后这个函数 其他的位置 它都是0 只有在x等于0 这一点 它是无穷大 而这个无穷大 是多大 我告诉你说 它底下的面积是等于1 这就是1度空间的1 dimension 的data function的定义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了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 严格的来讲 data 我们写成 data x 它不是函数 因为函数 函数是 不能有infinity的 基本上面 它在x等于0 是infinity 所以data function 必须要符合 这两个条件 而且这两个条件 要同时满足 就是这个函数 在x等于0 这一点 它是等于无穷大 它积出来是等于0 那有同学说 如果不是在演点的时候 我说你也可以把它shift一个点 我说我把它shift到 x等于a这个点 那我就把它直接写成 data xa 也就是说 x等于a的时候 它有一个值 无穷大 然后 它这底下的面积是等于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我们先把第一度空间的 告诉你们以后 我们接着再看 下一堂课 接着再看一下 三度空间的情况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